大家好, 歡迎收看兄弟幫 Big Boys Club的兄弟 這集的兩位嘉賓上次跟我們聊天時 關於他如何踏入原學家之路 原來當中的過程 不是那麼簡單, 有很多辛酸 沒錯, 他的故事簡直是峰迴路轉 好像有點誇張了 但以下, 也要陳定幫師傅 跟我們討論如何成為一位 專業的原學家 你好, 幫幫師傅 師傅, 上一集很誇張 說得找個一萬元也好 之後就轉了一份高薪口職 但我覺得有時候興趣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之後就遇上了一位貴人, 一位女士 她幫了你很多 自此你又成為了今時今日的陳定幫師 也是的, 真是一個開始 簡單來說一說 你在外國讀完書回來香港的時候 你繼續因為聽媽媽所說 做一份穩定一點的工作 大公司 做了一段時間又轉工 收入不錯的 不過中間你也會繼續幫別人 又去拍攝, 又去算一下命 中間遇到一個貴人 剛才一位的姐姐 沒錯 這位的大姐姐就說 陳定幫你也應該骨格正旗 對, 她幫我算命 對 你也是做一個原學家的好人才 不如不要浪費了 介紹了很多朋友 還有很多客戶給你吃 這件事如何扭轉到你的局勢 其實那時候 你知道一定沒有信心 出來自己去創業 因為媽媽又不支持 當然, 在我姐姐的說服下 我當然又回去和我媽媽商量一下 她第一天已經禁止了 第一個 然後她說不行 你的公司太好了 我以為你在這裡長造 即是過世的, 類似這些 那間是世界級的大公司 然後跟她爭論了 不是吧, 媽媽, 你真是相信你的兒子 由現在這麼多人 我開始找我看, 她說有多少人 我數一數一數 只是十多二十個 其實真的不多 她說可以, 如果你找到… 她那時候又說過數目 我不方便說 你找到六位數字, 你就做吧 那一刻我當然被她打沉了 說甚麼數字, 她怎麼說 即是說十多二十萬 如果你找到十多二十萬 你就做吧 那時候我說 我想我應該暫時還未得住 但我說將來會得住 好的 那時候還是多燈一會 一直做著那份工作 一直在晚上見客 然後開始頂不順時 頂不順就是體力上 對, 精神上也頂不順 因為那時那份工作要上六時半 早上六時半, 下午三時半 基本上晚上見客有很多時間 但你休息不夠 你知道很多人好像放了公司 找你看東西 即到十二時, 回家一、兩時 每天都睡四、五個小時 每天是持續睡四個小時 好的 所以經常在公司睏眼睡 那些老闆都不太太擅長我 好… 之後我自己 也知道自己的態度 各樣事情不太好 我自己去辭職 然後又做了三天 又有另一份工作 就像虎肉計一樣 我也是挺壞的 虎肉計 因為做了一份工作 又有這麼高的薪金 跌下來又是去到饅頭的薪金 好的 四、五、五、六, 只剩下一萬元 沒錯, 在那裡工作了三天 在教育機構工作 沒錯, 教育機構很有名 好的… 你也認識的 好… 但當時… 我臨走時的創辦人 也是我其中一個大貴人 他對我說 這裡不是你來的 他說你回去工作吧 做你想做的事 然後想想… 也是 當時我爸爸在那裡說 那些錢我給不起你嗎 你回來幫我工作吧 我爸爸終於受不了 他覺得你很… 兒子, 你在做甚麼 他看我不順眼, 你明白嗎 當然, 我媽媽也很疼愛我 但很傷心, 對吧 也相傷地心 他只是幫我找了一個地方 他說是一個小的辦公室 那時候就開始創業了 因為我很堅決說不是你, 我媽媽 我真的要做這件事 他說… 當然, 我那時候沒甚麼錢 一定是要問父母 借了第一…一、兩萬 給了租金的上期、按金等等 之後他說… 之後那些你自己搞定吧 不要再問我…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租第一個辦公室 甚麼都要自己做 全部的預約都要自己做 然後就開始這樣… 不知道是一個星期才只有一個客人 然後糟了, 真是怎樣交租 真的, 租都交不到 然後我又不想回家問父母 問別人借 然後呢… 要不問別人借 然後也試過銀行, 借稿 去到這個地步 沒錯, 去到這個地步 但我還是會比較不想回家 給別人看的 然後慢慢就遇到一個 第二個大貴人, 又是女人 就是剛才教育機構的女人 他就說, 其實你真是… 這些東西都可以 然後他就打了給一個人 就叫他幫忙 那個人就叫林盛斌 他就說, 喂… 阿波, 這個年輕人 不如你幫幫忙吧 然後他就在電話裡 他就說, 讓我想想吧 然後第二天他就打來 想來做節目嗎 他就像傻傻的聲音 之後就邀請了我去做一個節目 就是… 電台節目 總之是電台節目 這樣才認識到Bob 我認識陳定邦師傅 也會在這裡說一點 插小嘴 因為大家有…剛才說 教育機構, 蔡曼人共同朋友 你身邊有些朋友也會認識你 再加上之前你… 如果大家也認識陳定邦師傅 也會留意一下你… 譬如你… 你當然是一個美滿家庭 之前你也有你的過去 對… 你之前的過去也有些公眾人物 大家也有不同的場合 都會看到我真的說得很好 記一下 是的 又不說他是誰 無論如何… 因為… 我也知道我是一個員學家 那天剛才說 那位藏曼人、那位朋友 就打電話給我 我說好, 那不如試試有甚麼 我當時也有十年、八年前 當時我有電台節目 電台節目也有這個環節 可以找師傅上來聊聊天 就給我一個機會試試 他上來之後 又不僅是我 跟我身邊的拍檔、合作的夥伴 又挺合謂的 自此之後他上來 其他節目就覺得 那個胡叔仔挺英俊的 是誰?那位是袁學家 他挺好的、挺準的 你找他聊天 其他節目也找他聊天 當時… 我所說,最高峰的時候 是三個節目在同一個電台 對… 三個節目 自此之後 可能大家對陳定邦的名字 就開始在廣播界 有些人認識 外面開始有些報紙、雜誌 有些網絡平台 又會找他 可能開始做佔錄、聊聊天 我不可以說自己是甚麼鬼不廢人 因為當時我也有去過他的公司聊天 當時你說的公司就是在尖沙咀 沒錯,就是那個小小的辦公室 那個小小的辦公室 沒錯 真是小小的辦公室 但我上去的時候 我每次跟他也有交往聊天 我發覺這個年輕人 挺靜念、挺靜氣 為甚麼 我很怕師傅和元學家 阿波,拿盤子來看 我問他,大大掌 你糟了,感染你糟糕了 你不聽我,不跟著我這樣做的話 你死定了,就有生命危險 這些… 這是我親身經歷 我最怕 有些師傅這樣跟他說 當然,經常都這樣說 但如果他說,好,死定了 你聽我這樣說 你以後就怎樣 接著就拜甚麼 又燒甚麼 那就沒事了 我很擔心 你這樣說完之後 令你的心很… 很不舒服 很怕 很怕,但他也不會做這些 我這件事也曾經跟陳果齊 金剛上司聊天 他也說我跟陳定邦 都不是做這些事的人 因為如果這樣去做 其實是嚇一嚇你 你會相信我 會 你聽我說,每天喝十六杯水 每天早上向東方大哭三聲 我愛王夏慧 你就會逢空發骨 逢空發骨 逢空發骨 你過了幾個月後 這樣就無可行 不會有甚麼難關 你跟師傅這樣說 是我師傅,我過得了 很少嗎? 是嗎?都會說 你會相信他 以後他叫你做甚麼 你都會做 要你死掉了 叫你死掉了 你知不知道我爸爸 當時我跟他學 他說這些叫神棍的起手式 好 先嚇你了 對,不然先嚇你了 我們就不做這些事 好 好,自此之後 上了一個大氣電波 令很多香港的朋友 認識了陳定邦 慢慢的… 慢慢的認識了你 之後是否真的 開始建立了自己的事業 越來越多的客戶 找你去看 媽媽沒發聲了 媽媽不說話 總之我媽媽是那些 你養得好自己的,還可以的 然後那時候就剛好養得好自己 其實那時候還未能找到很多 即是還可以的 即是交到租,又出了少許薪金 而且永遠是別人看著你 又會覺得你還可以的 但裡面還沒那麼可以 還有環洞呢 沒錯,還要還錢之類 就是這樣 好 然後有些好事 其實這個舞台也幫了很多 當然 我上了一個節目 叫求愛大作戰 也是TVB的節目 那個又再把我推多一百 那時候真的都會陳定邦 但不知道原來我是做風水明理 以為我們不知道怎樣教愛情 有時候有些人真的很迷惘 尤其是年輕人 我應該找甚麼工作 我怎樣賺更多的錢 其實我也會說回我剛才的理論 其實有時候你幫到其他人 或者一件事 你解決一個問題 或者你是為了其他人增值 那些錢自然就會來 那段時間每年有些好事發生 然後就哈佛大學講座 然後就有很多不同的訪問 這樣走出來 但我發覺是甚麼時候真的影響到 一個這麼大的轉變 就是不知道2012年或2013年 那時候我打座打得很厲害 他啟發到我 你賺錢這件事 其實如果我不斷地求 我要賺錢… 我怎樣才可以賺多點錢 即是你計算好,怎樣賺錢 怎樣投資 我發覺沒有甚麼用 就是我自己 那時候打打阿祖 好像有一把聲音跟你說 其實很簡單 你的發財秘訣 你能幫助別人 即是你為了其他人增值 那些錢自然就會來 那次我自從那次之後 我對自己取了一個緣 我說以後有任何… 尤其是我的目標是年輕人 即是你待會問一下 我秘書也知道 到現在,今時今日都還在做 有任何年輕人有需要的 我怎樣都會幫他 尤其是我的目標是年輕人 即是很小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有人會照顧 很年老的年長的人 又有譬如老人院或其他人 但是年輕人 我覺得他們的方向 有時會很失敗 就正如我當年 好像讀書很麻煩的 我會很想去幫他們 自此之後 我發覺看東西就好像 很準確了 然後那些甚麼媽媽 又會帶子女過來跟我聊天 然後又無緣無故 又成功說服到他們去讀書 或者去做某些行業 就好像改變了他們一生 那我就覺得 又好像有多好 這種感覺有多好 那些收入又隨之 又真是很神奇地 就不用說你特意去怎樣去追 在過去的十嬸這年 即是由你開始成立自己的玄學公司工作室 當然看到你一步一步的進步 這件事是身邊所有的朋友 或者你的家人 我相信一定看到的 無論是名氣或你自己的收入等等方面 除了之外 你有否在這段時間 也有繼續增值自己 有的 因為有些東西你可能忘記了 或者有些新的 可能這些玄學的知識 是需要自己再補充一下 有的,我發覺是永遠沒有讀完的一天 即是你… 開模擬 我現在很多時候都習慣了 我每天都有一個習慣 遺忘了說 其實那時候由求學時期 我覺得改變得我最多的習慣 就是看書 我發覺看書 如果我的人不看書 我應該… 今時我也不知道在這裡做甚麼 那現在呢 現在還是持續看書的習慣 這些書包括… 除了是玄學… 我發覺是玄學書加心理學書 我是看得最多的 因為有兩種東西我可以混合 好的 有很多時候你跟別人相比 有些人其實只需要一個心靈畏直 他們是想你聽說話 他們已經有既定答案了,你明白嗎 然後你便開始理解一下 他究竟是做甚麼 代入一下他的角色 也很慶幸當時有打過工 我會明白,例如打工仔的辛酸 又可以說出很多東西給他們聽 這件事我絕對感受到 而且也明白 過了這段時間 我想我小弟也有介紹 不少朋友讓你認識一下吧 非常多 很多朋友看完陳寧芳之後 他們說出來的內容 都是說看完後 覺得心情很舒服 很好,他解答了我很多疑問 很多疑難 但其實你說得對 很多疑難和疑問的答案 都在他自己的心裡 已經有了 但可能你幫他開啟了 或是你說了他心目中的答案 他就會覺得很舒服 只是這下舒服 至少會夠你開心一段時間 還有安樂一段時間 你看這些算命、看風水 要求甚麼 都是求心安利得 還有一個方向 有時候有些人真的很迷惘 尤其是年輕人 我應該要找甚麼工作 我怎樣要找更多錢 其實我都會說回我剛才的理論出來 其實有時候你幫到其他人 或者一件事 你解決一個問題 或者你是為了其他人增值 那些錢自然就會來 是嗎 其實不外乎是一個類似 你剛才說的吸引力法則 這件事也很重要 這個吸引力法則我自己的理解 是如果你做那些事 是對世界好 對 或者對地球、宇宙 或者對大家也好 例如剛才你說的 除了你做完學家 幫人看完照片後有收入 當然是你自己的東西 但你幫他之後 他可能變好了 因為他可能會多關心別人 他又會做多些善事 做多些善意 也是對世界好 做些事對世界好 做些事對世界好 那世界自然又怎會給你 很公平 其實很有趣 你找多東西 真的很有趣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 現在很失敗 不知道應該要做些甚麼 我只會說這個 最簡單的事 我說你甚麼都不用做 你做好事 然後你起碼要有個正確思想 例如有些人經常覺得 我這輩子就是這樣 很退廢 那你就真的這樣 首先第一步要有個正確的目標 想大一點 就算有些人說沒甚麼可能 不用理會他 你可以… 不關你的家庭背景 不關你的出生是怎樣的事 我也見過很多客人 他們突然很窮困 亦都成為億萬富豪 是會有的 然後再加上剛才的法則 就是增值價值 其實已經很不錯 不斷追尋一些你自己想要的事 不斷增值自己 剛才師傅也說過 有很多客人 都會帶子女來看你 讓你去心靈安慰 心靈慰藉 有沒有一些個案 都可以分享給大家 例如一些很勵志的個案 有的 有一個問題的少年 他讀書非常差 然後剛才升中學那些 派位派到一間那些 不是太好 放明後臂很差 讀了兩年 又經常是問題兒童 但他父母 真的去碎他 他問兒子,要是你轉校 不如你去外國讀 他不肯 他不肯 那個男生又不肯 因為香港有很多朋友 他不肯離開 然後他說 可能你們兩個年輕一點 我說有辦法談 我說我專門做些事 不要緊 通常我到現在也是 很多年輕人 我沒有收錢 我叫他 不要緊,你帶他上來 我們聊聊天 當他認識一下一個朋友 他真的帶他上來 我不知道怎樣 跟他聊得很頭契 因為 你知道我從小到大 都是一些打機的 超級… 很迷惑打機 我說打甚麼機 我說我比較厲害 他立刻… 你竟然不是吧 為何我比較厲害 他說不是吧 他好像打了一個… 打招吧 他好像打了一個… 不是吧,你打機 我說是,我很喜歡打機 立刻有一個話題的共通點 可能也是這樣 為何我會跟那麼多年輕人聊 不知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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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我也是跟他說 我以前讀書應該跟你差不多 但我說給自己一個機會 去一下外國 我見識一下 我說你媽媽應該也不是看… 不是想你的成績有多好 最重要是放眼 放眼一下世界 成功 他說這樣就好了 真的出了國 現在很乖 也知道自己想要做甚麼 然後說媽媽很開心 當然我也很開心 好,各位家長聽著 如果你有些問題兒童的話 就帶上去陳定邦的寫字樓 他又不收錢 又幫你教你的兒子 還有我到現在教的風水命女班 有幾個… 又不知自己做甚麼的年輕人 我說我沒甚麼要做 有空就跟我學習 又是沒有收錢 各位家長,你們忍住 又沒有收錢 不是…我不是去買這些東西 但只不過我覺得… 很害怕… 突然很害怕 很多媽媽帶孩子出來 他們都排隊的門口 說上課,不收錢 不是… 我秘書經常說 他們說了,你這樣不行 不要騷擾我 但…他們學完之後… 因為你知道學完學習 是會令人豁達一點 是…我記得幫幫師傅 說了一件事 即是原學,你想要學這件事 其實也挺視乎你的命 你不知有一星 還是哪個月哪一日出生 是看到你有沒有這個胃根 你有沒有這個靈感 對吧 是 但我始終有點不同 我覺得興趣比胃根更重要 因為你有胃根 我見過有些人 很有胃根 說一次,他們馬上會說 會算、會飛 但興趣很一般 不勤力、懶惰 也是一般的 你學了這麼多飯 有紫微、八字等等 有尖聲 其實現在你最專門 或者最多人找你去看 或者你覺得自己在這方面 我真的挺強的 在哪一方面 學生也是 紫微和奇門會很強 紫微、奇門… 塔羅還有幫別人看嗎 少了,不是說我不懂 但我免得感覺又中又西 不知道怎樣 紫微斗數和… 紫微斗數和奇門 就覺得我也很想像幫幫師傅一樣 有 做一個原學家 有,我成功… 剛好過去這一年就成功了一個… 因為成功了一個很有名 但至少他也是自給自足 可以做到 即是在見客人 有些YouTuber找他拍攝 就是這樣 陳定邦很棒的 實不相瞞 過去這幾年 在幕前上 即是不說名 也真的能幫到不少 或是再推動不少藝人 在事業上又再轉一步 又破了一些關口 甚至在很多大頒獎典禮中 得到很好的成績 這個我也知道 但你還沒幫我做這件事 我還在生氣 還沒拿到嗎 我還沒拿到 我想知道有甚麼獎 不如讓我拿 我不知道,先把獎給我吧 好,謝謝陳定邦 好,謝謝… 謝謝,繼續加油 好,大家加油 謝謝 總結給你 這麼多年 無論是我們看過的 經典的電影 或者內地的電視劇 你也有很多無數的作品 其實做造型師如何入行 當時根本沒什麼人注意 很多服裝 我進邵氏公司的時候 都是以報警為主的 當時看了這麼多書之後 你當然知道了服裝的禁忌 知道歷史 送完明清 哪些是禁忌 哪些是不能穿的 但是有些顏色 三角這樣 我的東西不跟上就不行 因為電影是不斷在改劇本 它只有十頁 喜歡改就改 好了 所以我來說